明朝初期 来自中原王朝的一个决策 改变了师饼的命运 得知这一带盛产优质沙漠 文理细致 入土不服 朝廷下发诏令 开启了这里 征集黄木的历史 自此 蜿蜒流过师饼的河流上 便时常飘满成捆的木材 体积宏大的木料 从武阳河 京 元江 长江 再由京杭大运河运盲北京 浩浩荡荡的黄木运输场景 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乾隆年间 云贵总督爱毕达 在《乾南十略》中这样写道 郡内自青江以下至毛平二百里 两岸一云成日 无戏土 无漏音 栋梁盲绝之才 米不悖剧 意思是 圆江流域 林木高大 遮天蔽日 其质量足以用作各式建筑的栋梁之才 这条被当地人称为沙漠河的河流 正是在黄木运输的过程中 因为水流湍积 颇降适宜 成为了人们运送木材的重要通道 沙漠河的评称也因此沿用致敬 奔腾不息的水流 见证着两岸古村商旅往来的繁荣 也改变了这座县城的历史 年过七十的老人台国民 家族世代生活在龙塘苗寨 这个地处清水江边的苗寨 正是借助沙漠贸易 迅速达到了空前繁华的程度 我们小的时候 就跟我老人家讲 这个也是一两百年的世界了 我们在木头好 全部都搞那一木头 问到这个湖南 红江啊 江西啊那一带 到下头呢看到这些古建筑的 他们都仿造这些了 地处清水江边的龙塘苗寨 正是借助沙漠贸易 迅速达到了空前繁华的程度 鼎盛时期 这里设计精美的建筑 多达百余洞 依靠优质木材 当地人通过贸易往来 接触到了汉族民居 大量带有江南风格的建筑 随之出现在清水江边 龙塘苗寨的建筑 最年轻的也在百岁以上 不同于大部分苗寨中的 吊脚木楼 龙塘苗寨中的建筑 大多青砖粉墙 飞檐翘角 其中 大门横扁上的内容 多取自 轮语 孟子等儒家经典 天井庭院 门厅郎柱 无不具有明显的江南建筑风格 然而对于木材的过度开采 给施饼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清乾隆三十六年 施饼大雨 导致山体坍塌 死亡人数超过九十人 毁坏房屋四十余间 附近地区的大型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也频频出现在史料的记载当中 灾害的横行 资源的衰竭 最终让人们放弃了 过度攫取资源的做法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当地人不再砍伐原始森林 取而代之的是对树木的栽培与守护 绿色渐渐重新回到了人们身边 如今的沙漠河早已随着木材砍伐和外运的终止 重归质术 没有它的名字还记录着昔日繁华 掩映在群山之中的古老民居 仿佛一本长读长新的书册 历史的技术延续百年 生息于此的人们 是其中最生动的诗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